大家好,我是小编,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我国目前每年新增4万血癌患者 在恶性肿瘤当中,发病率排在男性的第6位,女性的第8位 在儿童和35岁以下的成年人当中,则列居榜首 目前血癌的确切病因仍然不明 只知道化学物质遗传放射线,病毒是可能引起血癌的因素 一旦患上血癌很难治疗,等待患者的要是痛苦昂贵又漫长的化疗 那么只能期望遥遥无期的骨髓移植了 对于这些患者的家属来说,血癌不但是经济上的负担,更是心灵上的创伤 那么大家是否知道,你身边的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导致血癌 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美国癌症学会称,经常染发的人群患血癌的几率比普通人高超3.8倍 染发剂中含有本二氨类物质 在加热后,通过接触头皮进入毛细血管 随血液循环到达骨髓 如果长期反复作用于骨髓的造血干细胞 可能引起血癌 然而就与一位30岁的女性,因为艾美每隔三个月就会染发一次 结果被检查出是急性淋巴血癌 由于骨髓配型一直没有成功 只能坚持做了一年多的化疗,治疗效果有限 此外,除了染发以外 近年来,物质装修的过程中利用了许多的油漆、涂料、胶和防水材料 这些材料都需要用到本类化合物作为溶剂及吸氏剂 然而,若我们没有将这些气体从屋内驱散出去 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吸入了有毒气体本了 本籍其敷衍生物被公认为是引起血癌的凶手 本籍一挥发,吸入人体后到达肺泡 通过血液循环可抵达骨髓 敏感体质人群长期接触本 就会造成血干细胞基因突变 最终导致白血病 而且这个本就是造成90%孩童染上血癌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就有一个案例 一对夫妇和年仅4岁的女儿搬到了新家 但是入住不到10个月 发现孩子患上了急性白血病 最终不治身亡 经过调查后,元凶竟然就是新房子所导致的 这是因为新房的有毒气体并没有彻底的驱散出去 而导致小孩每天长期吸入本气体 而患上了急性白血病 再来就是吃苹果患上血癌 在一家医院收治的血癌患者中 发现大部分的患者都是来自盛产苹果的农村 而且这些患者在自家都有种植苹果 经过仔细的调查后发现 由于这些患者习惯性的随手在住家摘下一个苹果就吃 很少清洗或者削皮的习惯 殊不知滞留在苹果表皮的化肥农药居然是引起血癌的主因之一 从临床调查研究中发现 农药可导致血癌的病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所以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无论是自己种植的苹果还是购买回来的苹果 最好还是将它彻底的清洗干净 再将外皮削掉 这样就可以避免食物残留在表皮的农药了 相信大家看了这三个例子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去染发 而且很多人都会装修自己的物质 甚至有人每天都吃苹果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 避免经常染发 而且防止装修后 一定要彻底的清除空气中的有毒气体 以及吃苹果的时候最好削皮 这样才可以降低患上血癌的几率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